所以今天就是可以直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诶 等一下 这个 我拿到我一个 那时候是在打样的 好像缺了一张纸 所以 他的故事是少的耶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个尴尬了 谁有专辑啊 哦 谢谢 好 你们等我一下哦 嗯 歌手本人自己就拿打样的 就是很 很省 在沙漠里面 有一个地方他是荒废的 然后有一条老虎 他就走了进来 他看着到处都是黄沙 就决定要顺着这个圆形的场子 走一圈去找出口 但是夕阳快要下山了 一下子呢 就有一只小小的鱼鸟跑出来 它就是一个鱼跟鸟的化身 那这个小鱼鸟它很开心 它就跟老虎说 诶 你刚刚走完了生命之路耶 那边有一个小门 你可以从这边走出去咯 生命之路 你是说我死掉了吗 嗯 你可以这样说 可是也不能这样说 这个小鱼鸟不知道在想什么 到底什么意思啊 老虎一脸困惑 鱼鸟就跟他解释说 我是还没有经历过啦 但是我听过我妈咪说 死亡其实是不能够理解的 万事万物都只是能量的转换而已 如果这个身体的旅程结束 下一次可以换一个形式存在 那我会变成什么啊 老虎的眼中一下出现星星 一下又出现恐惧 应该什么都有可能吧 可能还是老虎 或是人 猫 小虫 从沙子 短暂的沉默落下 啊 我有点紧张 我如果变成 不想变成的东西怎么办 老虎说 鱼鸟就走近老虎一点 轻轻的跟他说 妈妈说 要练习等待 因为 我们都还有无限次的机会 可以走完这个过程 所以不用担心 当好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好了 老虎还是有一点不安 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 走出小门 结果 他们都没有想到 他成为一阵风 鱼鸟的故事 讲完了 谢谢 为什么 掌声那么薄弱啊 有没有感觉啊 好啦 那 很快呢 其实这个发表会 就要来到最后一首歌了 等一下就要让大家好好的吃饭 下面